继成功地举办了二战飞虎队文物展 以及孙中山在洛城足迹展之后 华裔收藏家陈灿培在蒙世图书馆 展出他近来收集的NBA华裔球星林书豪的收藏品 以便让民众有机会了解林书豪的精彩故事 此次在蒙世图书馆举办的展览被命名为《临来风展》 展出的藏品包括了陈灿培近来收藏的 关于林书豪的海报 报纸 杂志等相关内容 你可以看见我在后面有很多他的照片 本来我也买了一个他曾经签名 这个All-Star Games时候签名这个篮球的 可是今天还没有来 希望明天来 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展览柜 展览他的很多的杂鸡 包子 还有他的东西 民众可以通过此次展览进一步了解林书豪 是如何从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篮球队员 最终成长为风靡全美的林来风的 展览举办者陈灿培表示 他会进一步丰富展品 以便让展览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热成十八台记者盟视采访报道